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扣球速度 扣球力量是差很多 的 外然到我们这边打比赛 其实进攻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他国际大赛没怎么打 他是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的 的确 诚如杨洁所言 王唯一已经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自由人 21比22赛季联赛还拿到过最佳自由人称号 但为何还是防不起国外重炮手的扣球呢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联赛水平低 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当打之年的外援 还是老麦的外援 都能够靠着绝对力量在国内砸出一片天 也正是由于国内联赛水平较差 没有见过如此势大力尘的扣球 所以导致我们的自由人 一到国际舞台就开始崩溃 王唯一一开始在试联赛上 几乎都摸不到球 一场比赛下来 防起的重扣寥寥无几 但到了后期 王唯一逐渐适应了之后 起球率明显提升 这也说明他仍有进步的空间 在被主持人问及王唯一 是否仍有潜力可挖时 杨洁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是 王唯一要想继续进步 首先先要解决的是伤病问题 作为一名老将 王唯一的伤病一直困扰着他 尤其是严重的腰伤导致其很难快速下腰防守 接着是因为多接一接难陪练的跳发球 面对埃格努·博斯科维奇的跳发 王唯一还是明显的不适应 在国内没有这种跳发强度的情况下 可以多让难陪练模仿 最后一点是增加大赛经验 要想快速进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打比赛 多熟悉对方的进攻线路和力度 中国女排若是想重点培养王唯一 就需要坚定的使用 不能因为一次比赛打得不好而弃勇 应该多给王唯一一些机会 让他找到国际比赛的感觉 杨洁还表示 说的要比做的简单 其实 王唯一防守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还要归咎于队伍的篮网 篮防体系顾名思义 就是要有篮 还有防 相较于东京奥运周期 现阶段中国女排最大的问题 就是篮网 没有了严妮 朱婷和张长宁三位篮网好守候 我们网口优势骤减 在篮网能力不佳的情况下 光靠后排自由人去卡位防守 也显得不现实 所以 自由人位置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 和误解的位置 希望王唯一能够继续进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